人家的酒 上自己的酒標 自己挑頭 我們是不是超派也可以做一支酒 是專門購我們自己的 這一桶如果我們換算下來的話 600萬台幣左右 再包一桶600萬 我到底在幹嘛 -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跟漢字做了那麼多支酒的專輯以後 我們的人生總是想要做一些 跟人家不一樣的東西 人家的酒 上自己的酒標 自己挑頭 我們是不是超派也可以做一支酒 是專門剖我們自己的 會有你的照片在上面 他都有他的照片了我也要 身上還有火焰在燃燒 然後他抽著雪茄 留著性感的鬢角跟鬍子 但我也要 我們能不能夠做一支 屬於我們自己的酒 而且我們已經確定 它的風味是很棒的 人生就是不斷的在嘗試 沒有所謂的對錯 只有選擇要不要而已 今天我自己的酒 我自己定義它的價值 我覺得這才是最珍貴的 如果今天我們在宴會當中 拿出6瓶我們自己的酒擺在上面 你說氣勢是不是就贏人家了 人家說幹這什麼酒啊 從來沒看過 幹上面居然印著你自己的照片 然後它的品質 又不疏於別人 甚至比人家更好喝 所以今天 我們就來請教達人漢字 到底怎麼去挑一支 專屬於我們自己的酒 創造我們自己獨一無二的價值 超派 再次歡迎品味大師 我的兄弟漢字 嗨 兄弟 超哥 怎麼樣可以像你這麼厲害 還可以包一桶酒 我上面放著自己的臉 像我的臉皮一樣這麼厚 酒標很帥 小夫現在兩隻眼睛都是愛心 你知道嗎 可是本質也要好 這支酒叫什麼 我們沒有幫他取一個名字 但是其實它這一個廠的話 就是幾乎每一個人 都有喝過的一個品牌 等一下我喝就知道了 當我喝到這支酒的時候 我覺得這支酒怎麼這麼棒 所以我很想要把自己的那個 特別的圖片放在上面 很多人說 你放這照片怎麼會有人跟你買 我說不好意思 可能三四個朋友喝一喝 就把他都全部搶完了 我們在試這個酒一樣 是有好幾十種 一次來的樣品 可能就是三五十桶 我可能挑到一桶 這支是 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風味 可是這個價格卻是 這麼的親民 我就會挑這一種 我自己的圖案 然後跟大家分享 它是跟大廠買的酒 但是它沒有冠上酒標 它沒有花錢在行銷這上面 所以你要怎麼銷售 那就是各品本事 那自己的酒自己挑 然後分享給自己的好朋友 當他認同你的品味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麼水到渠成 就是一下子就被掃光 挑完樣品之後 我們就是order 就是我們就是確定說 我們要這一桶酒 通常比較沒有這麼的複雜 就是其實你三三五十個樣品來 我們就說全賣 他是說 就是某誰是給誰 什麼之類的 這樣子 不講武德的買法 我們很少會跟人家說不要 漢志曾經跟我分享過 有可能一桶酒 是七千萬台幣 又試喝過而已 就包了 那整桶包下來 可以裝 分裝什麼 其實桶型你要看大小 小的八分之一桶 可能可能就是八十隻一百隻也有 然後或者是小的波本桶 或是豬頭桶 他可能兩百多隻也有 那到大桶的學歷桶 甚至有到七百多隻的 對達人來講 他們在投資某樣事物 他們要去把它包下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是要冒著 很多很多的風險 對我們胖的不是身材 我們胖的是心臟 哈哈哈哈 蛋子比別人肥 哈哈哈哈 每一個決定都是像一個賭博一樣 他憑的是什麼 憑的是他長久的人際關係累積 跟他的資金 跟他的資源 缺一不可 都要到位 如果包錯一桶酒的話 少折幾十萬台幣 多折幾百萬上千萬台幣 可能就化無烏有了 不會啊 自己喝啊 哈哈 所以我想請我兄弟來跟大家介紹 什麼樣的酒 怎麼挑選 所以我今天也是一個學生 I'm a student 我是來請教我的teacher 哈哈哈哈 不錯喔 那我們來試試看吧 我們今天準備了三個樣品 然後我大概 帶你喝一支酒 它會有什麼樣的風味 口感 然後跟變化 等一下喝有重的 就直接包一桶 好 如果都重 都包 哈哈 都重都包 好 還行吧 反正大牛也漲價了 是 好 我們挑出了三個年份 三個不同的桶型 不同的口感 我們一桶的樣品就這樣子 一瓶而已 如果喝完的話 超哥蘿蔔買的話 我也沒樣品給別人試 哈哈哈哈 我們從左到右 好 喝喝看 這次酒精濃度是62.4度 而且它顏色非常的深邃 嗯 這顏色漂亮 我來喝喝看 超考驟 也好喝耶 水果味 然後 巧克力 嗯 正在感受 嗯 這支酒好喝耶 我們不要喝完喔 我們就先測試 喝一點點 因為我們需要一點時間 讓它醒酒 我們先喝一輪過去之後 等一下還要再喝回來一次 對 還要再喝回來一次 原酒特別美妙的地方 就是在意 你在不同的時間 去喝它 風味 會不一樣 在家裡其實你就喝一點點就好了 一瓶酒 你可以喝很久 嗯 我們今天開了這瓶酒 把它蓋回去之後 我下一個月再喝同一瓶酒 一定不會是一樣的味道 那個酒整個開了以後 還是味道會有更多的層次 幫你加一點點水 然後讓水跟酒融合 好 你大概搖晃一下杯子 你再喝這一支酒 你會好像完全 跟你剛剛喝的是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喔 啊 一切 都是這麼的美好 是我喝醉了嗎 所以 你會覺得說 它的刺激感 其實就是降低了 口感啊 會變得更溫潤一點 第二杯是幾度啦 46.8度 喔 這支酒 味道很棒 這個光用鼻子聞 有點柑橘的味道 這支酒 入喉完 有一個很清新的一個香氣 它尾韻有一個統一布丁 下面那個焦糖 然後跟布丁結合在一起 我們吃完那個同一布丁 最後面的那個味道 它完全沒有任何酒精的刺激感 有一天當你喝過這個酒以後 你就會明白我們兩個在說什麼 那種是一種非常非常特別的感覺 那你要買下來給炒白的粉絲 他們才喝得到 我先先問問價錢 但這一支我覺得非常渴 好 第三支酒是40度 來 試試看 好 我先聞聞它 它有一個熟蘋果的味道 像烤蘋果的感覺 嗯 不靠腰 好好喝喔 它裡面有一點好像水梨 然後還有一點那種哈密光的香氣 驗到我喉嚨裡面的時候 我覺得它溫正如水 這一支酒應該是我們喝的這三支裡面 尾韻最長的 因為這一支酒的年份比較高 我把不同層次的東西都準備給超哥 就是讓你沒辦法說不 好 小哥 全包了 好 全包了 真的啦 全包了 就像漢字講的每支酒都有它不同的味道跟含義 第一支酒精濃度62.4度 這個是8年 這一個廠牌現在也算蠻有名氣的 它是湯馬丁的一個酒廠 其實他們的鍋本啊 或是他們的雪莉的風味是很明顯的 是 那它也有他們自己的個人的特色 以這一支60多度 然後又可以標示酒廠的這個酒 現在是特別特別的少 這個如果是換上我的圖片 這可能五分鐘就賣完了 換上超哥的圖片可能一分鐘就賣完了 超派粉絲不要讓我失望 第二支的酒是25年 Highland 高地的一個維繫劑 它用的是那個黃金諾元大麥 然後由小麥卡倫之稱 如果它上面是可以繡廠名的價格 確實是不便宜 可能一支可能就要2萬多還台幣 但是這個是不可以繡廠名的 它也沒有授權 它價格可能就是以市售價的一半 甚至不到一半的價格 這一桶如果我們換算下來的話 大概會在600萬台幣左右 蛤 我包一桶600萬 我先收回我剛剛的話 哈哈哈哈 剪掉 好 好 全包了 那前面那一桶呢 可能大概不到100萬台幣 100萬很難接受 你包5分之5 我包1分之1 100 100 100 我跟你share好了 我們share是一人一半 share是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可以300萬 蛤 好 那最後一桶呢 陳惟神30年 它不是圓九 以它現在的行情 大概一支也是1萬多塊台幣 它的數量其實也沒有到非常多 大概也是幾百坪而已 整個平均下來的價格大概在 四五百萬 六百萬 四五百萬 一百萬 一千一 我到底在幹嘛 哈哈哈哈 收工 回家 真的啦 全包了 其實現在很多人送禮啊 大部分都會送一些 大家都了解的一些品牌 人家會比較不容易記得住你 但是我今天如果喝了一支這個酒是外面我買不到的 而且又是你推薦的 就代表著你自己的品味 然後獨一無二 我每一次喝到這一支酒的時候我只想到你 這個酒標啊它有哪些注意思想 我們選了一個圖 那因為每個酒廠的規範不大一樣 它是不是願意讓你可以放全部都是你這些圖 還是一部分是要放他們公司的品牌 我們要依照酒的規格來去做設定 不是說你想要放什麼就放什麼 這一支的話就只是放了我的照片 我們就寫這個字 Single Mode 然後它產區就是獅背賽 年份的話就是1990 然後Skatch Whiskey 然後跟它的桶號 年份 然後它是什麼桶 然後總共有做了幾瓶 然後酒精濃度是多少 然後它的容量 我們要挑什麼照片 挑一些對我來講有代表性啦 我做頻道10個月到現在 再一個多月就滿週年了嘛 那或許我們可以做一支 週年紀念版 每一個里程碑的達成 都象徵了你人生的經驗 用什麼照片不重要 重點是你是什麼樣的人 你對自己的要求在哪裡 我自己喜歡這一支酒同一布丁 600萬 我喜歡這一支 100萬 對 而且又經濟又省 60幾話的戰鬥酒 出來就是快速 快速讓大家躺平你知道嗎 如果這個酒你敢喝公杯的話 像這樣子 喝完的話 不用錢送你一瓶 一杯就買單 今天經過漢字給我試飲 這三支樣品以後 我都覺得它是很好的酒 它各自代表著不同層面 我們超派 還是會做一支屬於自己的酒 那不管有沒有要賣 起碼它代表著我個人的里程碑 你以後去酒店就是帶你的酒去 對 為什麼 這酒好特別喔 一聽是不是很有虛弱感 我跟妳講 全台灣只有600瓶 好好喝喔 很起 沒有啦 你也不要問我 為什麼會做這個做那個 其實自己開心就好 千金難買 舒服跟自在 因為這個世界上 不管你做得再好 絕對沒有百分之百的觀眾會喜歡你 我只需要為了 這些認同我的人去努力就好了 喜歡我的節目請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帶你看見 不一樣的包桶跟超派威士忌 超派